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国内的疫情是逐渐的稳定 民众出游的性质也大幅的提升 花莲县政府为了振兴旅游经济 从这个月30号晚上开始 是在旅渔潭举办为期30天的 2021红面鸭欢乐派对盒的活动 而晚会的活动是在绚丽的烟火点缀下热情的开幕 让游客们欣赏到舞台音乐剧的同时 也体验造型可爱红面鸭的疗愈感受 一年一度的红面鸭音乐水舞秀 30后晚上在鲤鱼潭热闹登场 不少爸爸妈妈都带着小朋友前往现场 体验灯光水舞及舞台剧的震撼魅力 红面鸭活动已经迈入第九年 吸引超过500万人次造访 今年除了有水面上巨型红面鸭 会随着音乐喷泉律动 还特别结合花莲蟹鸟 飞天朱鲤 急猫头鹰等造型空飘气球 盘旋在上空 可爱的模样好吸睛 那今天展开开幕式 有我们的回家的这个歌舞剧为主轴 那今天的表演团体都是花莲的孩子 在舞台上展现他们有自信 而且美好的自我 希望分享给大家全国的观众 那另外今年最特别的是 红面鸭又交了新朋友 尤其是在鲤鱼潭 我们的守护神是这个猫头鹰 以及花莲县的朱梨县鸟 也来到了鲤鱼潭跟红面鸭来相聚 而每一周都有不同的主题 然而每一周的五六日三天 有两天我们都会以璀璨的烟火来迎接大家 今年的活动更甚以往 白天有音乐水舞秀 到了晚间更有绚丽水舞搭配动感歌曲 带来水幕光影秀及水上剧场等精彩表演 周周推出不同主题 满足游客的各项视觉享受 而花莲县政府也针对振兴舞被劝推出优惠 前来的游客只要在花莲合法旅宿住宿一晚 并前往指定景点消费 就有机会把百万宾室开回家 记者许丽琴 收风箱报导 閃完 三万八玲 也行 完 半八玲